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把它当作一个纯粹一种投资 乃是在于这个所谓的国库控股本身 它是用的是纳税人的钱 你会想到这一笔钱其实就是你缴税的钱 但是投资在这个FV本身 我觉得这个生意本身的这个性质 那这个性质当然我们都知道它是fashion嘛 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觉得尤其在马来社群当中 它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 它的创始人本身 它本身就是个网红 当然以网红来带动它的生意 最后造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业绩的话呢 我觉得对于投资的国库控股来说 会是一件好事 但是因为它这种网红的这种运作模式 也向大家展示它一个非常奢华的一种生活 如果个人生活非常奢华 但是你公司的这个业绩非常的差 大家就心里非常不平衡了 会不会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 你是给予这个所谓的公司的内部的领导人 太大的利益而没有很好的 很有负责任的去把这个国库 或者是讲人民税金所投资进来的钱 很好的加以运用 当然这个情绪存在最后还是要回到来 到底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 是真的是非战之罪呢 还是他们确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疏漏 第二点 国库控股它开始投资这家公司的时候呢 都已经是在亏损的情况下运营的 但是投资过后呢 其实它的那个亏损还持续扩大 这就给人们从两点来去质疑国库控股 最初那个投资决定 有没有经过一个非常甚密的这个考虑 这是第一 第二点 有没有出现一个符合这个所谓的投资应有的这个 这个运错程序 以及第三点到底谁是主要的拍板人 第四点也就是说公司的这个创始人本身 是不是有一些正常的挂钩 这两位的这个创始人夫妇本身 他其实在各个不同的政治的这个板块当中都有收人 我觉得其实回到来这一个点呢 就是在于投资本身 你做下去过后 你怎么监督 如果完全没有监督的话 就是一个问题 人们常常提出的一点就是 国库共股 就是因为之前没有非常好的去掌握这个 这个所谓的新创企业的一个投资 就失去了本来属于我国的这个GRAP这个企业 回顾起来的话就有一点有趣 到底当时做FV的这个投资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特例 如果是的话 之前我们想到这种所谓的盆党啊 那种可能有关系的情况之下 所以这个夫妇本身 因为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政商关系 所以他能够获得国家用人民的税金 去投资他企业 如果成功的话呢 当然大家都好了 这对夫妇也好 这个国库共亿也好 但是目前出现亏损的话呢 人民肯定是要他的不满 如果这个涉及到政商关系的话呢 当然他未必犯法 他未必犯法 但是可能人民就会有他的怒火存在 但是怒火要烧向何方呢 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情况 而我觉得这个调查本身非常有趣 目前是针对FV 我还是还没有看到他们有针对 国库共产股的任何人 相信如果是这起是一个需要有人负责的这个案例的话呢 所有的这个焦点不应该只在于这个所谓的创投的个夫妇 这个国库共产股本身 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人去承担起这个责任的 你看哩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crack